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一个咒语就能让你乖乖揍人 你想拥有这个魔法吗 在奇幻的国度里 每个孩子在出生时都能得到仙女的咒语礼物 而黑仙女巴拉拉呢 总是给小baby坏礼物 今天她又把坏手伸向了新生儿艾拉 妈妈和女仆感知到巴拉拉即将到访 为了不让艾拉得到这个坏礼物 那时急忙把她藏进衣柜里 然而关键时刻鬼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因此她就得到了巴拉拉的馈赠 一个顺从咒语 转眼间艾拉出落的婷婷欲立 早年前妈妈因病去世 这些年来她只能和老爸相依为命 这一天老爸突然告诉艾拉她要结婚了 如果不和那个女人结婚 父女俩就要喝西北风 没办法她只能接受家庭充足了 而这个继母呢带来两个女儿 这不来不要紧 一来就开始纠缠缺巢 姐妹俩看不上安排好的房间 硬要霸占艾拉的 姐姐盯上了她的项链 尽管艾拉极不情愿 但顺从咒语太灵验了 容不得她思考 立马拱手送人 她和姐姐上同一所学校 课堂上正打着辩论赛 恰好艾拉和姐姐是队里面 但姐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一切被拿捏得死死的 姐姐竟恼羞成怒 说她是笨蛋 顺从咒语瞬间显灵 艾拉一下子就败下阵来 姐姐们看出了她的异样 顺从咒语的小秘密 终究是藏不住了 这一天 迷倒万千少女的王子来到了小镇 引起了全镇的轰动 艾拉对王子并无好感 但偏偏就是让她在路上遇到了 王子为了躲避一群傻白田 用艾拉打掩护 刚解除了危机 王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包没拿 他盯住艾拉原地不动等她回来 他哪知道 艾拉真的一动不动 即使大马路上遇到急驰的马车 也临危不惧 眼看叫被车撞上 一个华丽的身影出现 王子回来了 来了个英雄救美 艾拉这与众不同的气质 可把王子迷得不要不要的 但姐妹们可见不得 艾拉和王子走这么近 虽然教唆她去偷东西 借此败坏王子对她的好感 艾拉被捉弄一顿后 伤心羞愧 晚上她向女仆倾诉 一定要找巴拉拉收回咒语 而女仆呢 也是一个没什么天赋的仙女 为了帮助艾拉找到巴拉拉 把自己的男朋友都搬出来帮她了 她是一本魔法书 可以知道巴拉拉的去向 这不她在巨人国参加婚礼呢 于是艾拉带着魔法书 千里寻巴拉拉 在路上 她看见一个小精灵被欺负 把她救下后 小精灵为了报答静命之恩 跟着艾拉一起出发了 路上又遇到了食人怪家族 打算把她煮来吃掉 又不是糖僧肉 直接开吃不好吗 还没下锅呢 就被王子救下 王子接连救了艾拉两次 看她这么保护不好自己 主动请营要当护花使者 一行人终于紧赶慢赶 来到了巨人国 在婚礼上并没有见到巴拉拉 她一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艾拉正要离开去找巴拉拉 王子请求她留下 度过这个美妙的夜晚 这么英俊潇洒的王子 怎么会拒绝呢 一晚上的相处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也和巨人们成为了朋友 第二天 王子把艾拉带去了城堡 参加她的加冕礼 虽说已是一国之主 但实权却掌握在叔叔手中 叔叔起于王位已经很久了 一直想要除掉王子 他直觉艾拉会对她的行动不利 想找理由赶走她 一番打听把她的姐姐们召来 姐姐们生怕小命不保 立马就把她的小秘密抖了出来 这送上门的替嘴羊 可不能白白放过 正好可以借刀杀人 就让她在晚会上对王子动手 艾拉为了不让这个糟糕的事情发生 离开了王子 还找到小精灵 让她把自己绑起来 这样她就不会误伤王子了 傍晚时分 巴拉拉从天而降 这让艾拉喜出望外 她恳求收回咒语 但巴拉拉就没想过收回 不仅给她松了绑 还把她送去参加晚会 她极力控制自己 但手中突然出现一把刀 而王子浑然不知 傻呵呵的还在向她求婚 她内心极度痛苦 就在这时 她脑海中闪现妈妈的话 只要坚定信念 就可以破除咒语 最终意志力克服了咒语的威力 她没有杀掉王子 还沉浸在解除诅咒的喜悦中 而此时 叔叔假惺惺的带着侍卫赶来 把艾拉给抓了 王子是伤心极了 以为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她竟然要杀死自己 叔叔下令要处死她 但王子心有不甘 要去找她问个清楚 但被叔叔阻挠了 另一边 小精灵和巨人们听说了 艾拉要被处死的消息 连忙赶去救她 在加冕仪式上 叔叔在皇冠上做了手脚 幸亏艾拉赶了过来 阻止了这场阴谋 叔叔眼看事情败露 直接下令围剿艾拉 王子可舍不得 一边救人 一边问出心中的疑虑 混乱中 两人也了解到了 彼此真正的心意 叔叔由于着急夺位 毫不犹豫戴上了皇冠 却忘了自己的皇冠里下了毒 一戴上就死笑笑了 王子摆平风波后 再次向艾拉求婚 这次怎么会拒绝呢 两人当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也是一部颠覆传统的 另类童话喜剧片 以魔法为娱乐元素 集合了众多童话电影的精华 用奇幻和童真的主题 重新演绎了一个另类童话 灰姑娘的故事拍烂了 但是这部绝对能让人眼前一亮